大家好,我是宥谦科技德瑞克 今天主要跟大家讲的议题是在Cinnab的平台上 将渲染机械针对以流体力学的方式来做一个分析跟呈现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流程基本上会带着大家针对我们的模型做网格的建置 就是球解器的设定到结果的一个显示的部分 那首先呢,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画面上是我们的RTEL Cinnab 2019.3的一个平台 那基本上它在它的界面上已经完整的提供中文化的一个界面 所以非常适合一般机构工程师来做一个使用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先读取我们的模型 首先来点选桌上的文件 以导入的方式点选CAD的一个模式 那当我们机面打开的时候可以看到 基本上我们在Cinnab平台上面 可以读取一般常见的包含Cartier, Quill, SolidWorker, Inventor 包含装单格式, Step, Parzalio格式 它都可以去做一个读取 那我们这边简单的先把我们的模型读取进来 OK,读取进来之后 基本上我们在我们的模型的左手边这边 你会看到它其实实际上是有两个模型 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渲染机械的光牛壳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里面的 去做一个渲染区域旋转的叶片的部分 那我们这边简单的来做一个透明度的显示 你就会清楚看到它其实里面是带有叶片的 那因为它的叶片 我们实际上在画CAD模型的时候 是画我们实体的叶片本身 但是在流体力学分析的部分 我们会把它的这个 用透过渲染区域的方式 把这个叶片反过来 像实体的方式把它抽取出来 那再放进CNAB这边的话就可以去做一个 演示它旋转的一个特性 好,那我们模型读取进来 第一个动作要做的就是 针对我们的网格去做一个建置 那我们这边先给它一个网格的一个比例 选中我们的 框选中我们的整个模型 丢选确认 它就可以去把它2D的网格先做一个建置的动作 好,当我们建置好2D网格的时候 你会看到左边的树状图 它呈现方式就会跟原先的不太一样 好,那原先实体的部分其实也是存在着的 它只是把它隐藏了起来 好,那其实我们真正要的是 就是网格的一个部分 好,那我们把2D网格建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做所谓的供点的动作 什么意思?也就是说 在我们这两个零组 这两个组件的模型的部分 它一定会有面跟面交接的地方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流体力学的角度来讲 会让它变成是共同使用的一个面 所以我们会来 装配的部分这边点选连接 把我们整个模型框选起来 点选全部的特征 然后按显示 它就会针对我们模型组件里面 有重叠到的部分 它会把它显示出来 那这时候我们做一个连接动作 它就把这两个面上的网格去做一个共点 那就可以达到我们去做流体力学分析的一个作用 好,完成好之后呢 它会再重新出一个新的一个模型的形态呈现 接完之后再来我们开始要做的就是所谓的3D的网格 那因为我们在做流体力学本身 会考虑到所谓的边界层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先从里面的叶片来做开始 那我们这边可以先把模式 切换成面的一个模式 针对我们这个渲染区域的外围的面 去做一个右肩隐藏的动作 那我们实际上做边界层的部分 是要针对我们的叶片的地方 主要是因为来自于它的叶片的表面 在旋转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速度梯度 所以呢你必须要用比较多的一个近距离 壁面的一个网格去把它补足这样子的一个特性的显示 所以我们点选CFD网格 那一样先点选我们的模型本身 再去框选我们这些叶片的部分 那我们在边界层的部分给它一个厚度 完成之后点选确认 它就会包含你边界层的部分 一起把这个3D的实体建构起来 那当我们建构好之后 你会看到我们的模型其实它会变成是一个 像左边这边它会显示一个红色实体的样子 那我们简单切一个剖面来看 就会看到它里面其实呢 已经有所谓的边界层 以及我们的这个 渲染区域的它的一个实体的网格 同样的我们可以把这个 外围的瓜牛壳的部分打开 你会发觉到 一个是建好3D实体的网格 一个是没有建好 它们之间就有一个显示上面的差异 从这里你可以去做一个区别 好那当然我们建好就是 宣传区域的网格之后呢 我们把它隐藏掉 然后我们来针对外部的瓜牛壳的网格去做建置 那基本上我们在做这个边界层的部分呢 它在 入口以及出口基本上它都不会有 建置边界层的这样子的需求 它大部分都是在呈现在壁面上会有的现象 所以我们切换层面的方式 把入口跟出口去做一个 右镜隐藏 然后再针对我们里面的这个 叶片它的这个面的部分 去一样把它右键做隐藏 还有下面这个面隐藏掉 OK完成之后 我们一样 选我们的流体 CFD网格 一样第一选我们的模型 框选我们要长边界层的这个面 那这边一样给它一个厚度 0.01 给你确认 它就会把瓜牛壳这个部分的网格去把它 建置起来包含我们的3D的 边界层网格 那我这边按一下右键 让它显示全部 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在我们的模型上面除了有 3D和4D网格之外 在靠近墙的壁面上 也会有所谓的边界层的网格 那我这边切一个剖面来看 那这样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那我们其实实际上整个网格 已经建置完成了